在疫情发生之前 亚洲各国这些年来可以说是持续往好发展 但同时欧盟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似乎解决不来 法国今年即使在疫情的冲击之下 法国民众仍然走上街头进行游行思维 那现在的法国究竟在乱什么 又是什么打火线激怒群众的愤怒呢 以及现在的欧盟 究竟它的情况是否真的如外界所说的 要分崩离析的边缘了呢 到底美食物操所值 冰毒横行少出门 只需要一块九毛九三餐送到你家门口 赶快下载QuickSan Food Delivery App吧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亚洲红点传媒的精品故事 今天呢就和大家来聊一聊 法国动乱的来龙去脉 如果你有没有订阅我们的话 记得花3秒钟时间按下我们的电链 按钮以及下铃铛 1 2 3 那我还记得去年 我在法国的时候呢 就刚好经历了他们最大的罢工思维 那法国民众最近又是为了什么走上街头呢 爆发全国集体思维 其实是为了抗议法国政府最新通过的整体安全法 当做首都巴黎的场面 最为火爆不但警民之间出现冲突 连车辆都遭受众火 甚至不少商家的窗户都被砸碎了 其实吧 法国民众呢 早在11月21日已经上街游行过了 而他们争议之所以会越演越烈 是因为在21日当天就发生了一件警察暴力事件 当天呢 非洲以音乐制作人 哲克勒回录音室的途中 被庶民警察带进了室内殴打 原因竟然是因为他没有戴口罩 那你觉得这是执法还是种族歧视的问题呢 那到民众啊 听见呼喊声就上前去查看嘛 却遭到警方丢置的烟雾弹 最终媒体取得了监视器画面 还有民众的露营啊 才揭发了这一起警察暴力事件 另外 还有另一起事件发生在23日晚上 巴黎警察强制拆除了 共和观察上的难民营帐篷时候呢 警方啊 除了这起冲突之外 还利用了催泪瓦斯等等的武器来驱逐他们 部分的警报画面 连支持整体安全法的法国内政部长 达马南都表示啊 这令人震撼 要求警方监察部门彻查这件事情 然而这些事件呢 始终都无阻达马南对于整体安全法的支持的 而法国总理马克龙的立场呢 也和达马南一样 一方面呢 是表示说警察的暴力啊 是不可接受的 但另一方面也强调 要保护警察不受骚扰 避免警察的各自外泄影响他们的身心 所以法国政府方面呢 就说他们将成立一个独立的委员会 来审查这部法案对知情权造成的影响 那委员会呢 就必须在12月底提交一份报告啦 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法案 会让人们在疫情期间仍然决定要上街抗议呢 根据报道呢 整体安全法草案是在法国警察工会 以及共和国前进党和其联盟政党的支持下通过的 官方就宣布 这法案的初衷是为了要保护共和国的执法群体 还有他们的家人等 免于因其面部特征 身份讯息泄露而遭到暴力攻击 甚至是死亡威胁 那政府就表示啊 由于目前有关的网络欺凌的立法呢 并不能全面的保护警方 因此这法条的主要内容就是要严惩 以及禁止人民还有媒体恶意的去利用社交平台影片 来煽动对官员或者是他们家人施加暴力或者报复 那无论如何呢 因为整体安全法案啊 在法国传统的价值观念自由平等之下呢 是算非常敏感的课题了 因此才会遭到社会各界的强烈抵制 再加上我们刚才有提到的警方暴力事件 以及警员涉嫌种族歧视的羞辱的言语等等呢 这才让法案通过之后呢 引起了非常大的社会反弹 在研究了这个法案之后啊 我们就发现它最具有争议性的法条呢 其实是第24条 因为它规定民众或者媒体啊 若恶意散布军警执法期间的面部录像 或者是任何可以电视身份的特征画面呢 而且目的是影响执法人员的人身安全 或者是心理健康 如果被逮到最高可判处一年徒刑 或者是罚款4万5千欧元 许多人就认为啊 这个条规其实带有很多模糊的地带的 因为何谓恶意散布呢 法国内政部就强调说 法条的成立啊 其实是没有禁止民众去拍摄画面 如果他们对警方执法有疑虑的话 可以把照片提交给司法单位 话虽然是这么说 但是呢 记者公会以及五国界记者等等的团体呢 就表示啊 法国警方很可能会以这个条规呢 来作为借口 在执法现场就要求他们中断 他们的直播或者是录影 这样是会影响事件的记录 以及民众的知情权的 从而会伤害了新闻自由 同时 思维者也认为 在警方执法现场拍到的照片 如果不能公租于事 这样的规定呢 其实是限制了全民监督的能力 也干预了言论自由 那除了第24条法规之外呢 这法案其实还有其他被反对的原因的 那就是人民认为啊 他赋予了警察巨大的新权力 因为他们可以对民众进行视讯监视 商店公共机构或者是公寓大楼中的安全摄像镜头啊 不仅可以授予国家警察 还可以授予市政警察 此外呢 该法案也授权警察部署 具有面部识别 技术的无人机 以飞越 并监视公众抗议游行 还有还有 据说法国政府还纳入了一项规定 想要授权大学研究经费呢 来有效的禁止大学抗议活动 内容是这样子的 未经法律 法规 或者有关当局授权 未经允许进入或者留在高等教育机构 扰让机构的安宁 或是良好秩序 可能会受到处罚 所以说 对于以人权 还有言语自由 极为看重的法国人民 在面对这些限制自由的条规 怎么能忍呢 对此啊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呢 也批评了这个法案 认为它有无数的问题 还呼吁法国证件人士 千万不要支持这个法案 美联社也报道说 法国国家新闻工作者联盟的秘书长 也表示 他认为说这个法案呢 其实只有一个目标 就是要增强执法人员的货民权 并且使得警察的野蛮行径 无法被看见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法国的现任总统 身为第25任的总统 马克龙呢 在2017年的大选当初 以39岁的年龄 就成为了法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 也是近拿破仑以来最年轻的法国国家元首 那年轻的总统虽然有很多的精力来专注国家大势 但是 马克龙在上任之后呢 法国民众似乎很常对他所做的一些改革啊 或者行为不买单哦 比如说著名的2018年黄备新运动 后来呢 还甚至蔓延至全球多个国家以及地区 而引发这个运动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在当时候 法国的油价飙升 以及马克龙的2019年提高燃油税的计划 使得法国中韩阶级呢 在经济不景气还有政府加重税收的情况下 发起了对于法国政府的诉求运动 再到了2019年12月法国就有多个工会联合发起的大罢工 抗议马克龙政府推出的为了解决 各工会退休年龄不一 以及年金测资问题的退休性质 这可以算是继1995年退休大罢工以来 最大的一次罢工抗议行动了 再看一看今年10月份 马克龙在法国教师遭受集团分子斩属案件的国葬仪式上呢 就表明啊 法国是不会向伊斯兰教基金分子退让的 更不会放弃描述穆罕默德的漫画 而欧盟成员国对此支持法国捍卫世俗民主价值观 但也引起了穆斯林世界广泛的不满 而以伊斯兰为主要宗教的国家 均有发起游行抗议马克龙涉及羞辱伊斯兰教的言论 话说回来大家应该有注意到了 欧洲这几年可以说是越来越分裂了 怎么说呢 先从英国决定要脱欧开始吧 欧洲之间的关系呢就已经出现裂痕了 再加上今年的新冠病毒袭击 欧盟27个国家全部都中招 那很多外媒就认为说 欧盟虽然受诅了欧元区书棍 移民危机还有英国脱欧的风暴等等 但是新冠病毒也可能正在影响欧盟的阶级哦 对此意大利前总理恩里克莱塔之前呢就有在采访中表示过了 威胁欧盟的致命危险这个课题 他就说到欧盟目前所面对的危机啊 一部分必须要归咎于对于新冠病毒的低谷 但最大的原因其实还是在于欧盟在过去几年前呢 就已经遇到的危机正在削弱了欧洲主义 因为欧洲内部的人员还有货物自由流通 本来就是欧盟的一项核心原则 但是疫情呢正在挑战这个原则 相信大家都记得在欧洲遭遇新冠病毒CT的早期阶段呢 一些欧盟国家就已经开始实行了边境的管制 并且对于医疗设备实施了触口禁令 不仅人员流通受到阻碍 欧盟的货物流通以及它的调节机制呢 也在疫情时下失灵了 而口罩等防疫物资在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德国等 都已经成为了非常短缺的物件 瑞士的医疗物资更是频频遭到德国截流 国家之间直接爆发外交冲突 而说疫情影响最严重的意大利 曾向欧盟提出资源申请 但是当时没有国家对自由相应 反而是俄罗斯以及中国 向意大利运送了首批的医疗物资 在面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影响 一些评论家就认为 欧盟虽然看起来是岌岌可危 但他们还是觉得 这算是最后的希望了 也许可以将欧盟各国再次团结起来 也不一定 那究竟欧盟是否能够顺利度过这一场疫情 或者是国与国之间的分裂 究竟会不会更大呢? 最重要的是对于法国的新整体安全法 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到底您是支持还是不支持这个法案呢? 欢迎各位留下你的留言和大家一起讨论哦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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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